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燕,请爸爸善心捐钱 那么大个姑娘在马路上向人家要钱 真不算害羞 穆娟乃是为了新学 新学的目的在于强国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够受教育 这么样的人就不敢欺负我们 真是小看我们了 所以,在这里摆设军献乡 并不是要做向人 刑起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 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相胜举 出钱出力,办好教育 那么中国的将来才会有前途 下一代才会有希望 大姑娘家的 不学习人家怎么嫁人生孩子 在这边跟人家要钱 还谈什么新国的大道理 搞什么吗 中国的女人要是都像你这样的话 天下大乱了 就是嘛 现在还不够乱呢 一个老佛爷 咱们就已经够呛的了 你们已经落伍了 中国的妇女不是只能嫁人生孩子 而且她们也有受教育的权利 也可以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啊 各位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女子学堂的兴建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说得挺好的 读书强国就凭你吗 就是说 不是靠我 是靠大家 只要大家都能够出钱出力 任何希望都有可能会实现的 可能 对 家父是一位牧师 借用西山小教堂来办议学 是她的心愿 因为她希望贫苦人家的孩子 都能够受教育 所以 才需要一笔经费 来筹建客室跟购买书籍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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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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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姑娘 我们家主人任君 把两银子 银票在此 太好了 太好了 有钱了 让 让 让 谢谢啊 谢谢姑姑 你们 lut 等 他用这 等一下 等 再 让 一رض 好 捩围 找一个 是真的 你在看什麼 你沒事 你沒摔動 我是不是在哪兒見過你 坐下 姑娘 姑娘 來 姑娘 你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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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燈啊 小心火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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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生活得清白 死總得要死得明白 好一個生死天地 誰是天 你嗎 否則為什麼只憑你一個人 就可以決定兩三百口人的性命 祖親 徒輩 老的小的 他們一個一個活得清白 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死罪何來 姑娘 不免你殺我全家 卻留下我一個人 如今我殺你一人 放了你全家 應該算是人之意境 你是貨家的 不可以做事 當年回復大將軍霍剛 以傭兵自重通盤謀反罪名 被三次會審定獻 太后將抄三代滅舊族 這是何能的宗族 我雖然有幸相救 這也因為找不到反正 而無力回天哪 你不要以為一句奉旨行事 無力回天 就可以開脫你殘害忠良無辜 青團霍家家產的罪行 青團家產 絕無此事 你還想狡辯 如果沒有這件事 何以傭兵 請半價時的寶物四塊玉會繞在你的手上 四塊玉 你是霍將軍的女兒 現在你總該可以死的明白了 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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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玉你這是為什麼的 你不明白 不要 不要再追究 下去 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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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敲 不可这样 我感觉夫人很清楚 我跟佟大人有知遇之恩 我怎么不会全力相救呢 姨娘 您别担心 爹他耳朵之大 人中又长 人家都说 他是长寿之相 不会短命的 会长命百岁的 姨娘 你 齐大夫 救人如救火 你要救我爹就快呀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刺客留下来的凶器 没有 宫古之药无依不毒 查不出刀上的毒性 你叫我如何下药呢 微经之计 只有从大内御医所特制的 金箍追分单 来试一试 市委医师 佟大家 我去备叫 不 叫子太慢 备良匹快马 跟我回去取药 还有瑞叔 赶快派人通知寻臣御史 同都办府里造刺客夜袭 其他立刻赢下查办 我这就去 老爷要听我的话报关 不是就躲过今天这一劫了 瑞叔 如今人命要紧 其他事 等老爷醒来之后 再做打算 好 好 大夫 请 得大夫 谁是得大夫 他和这件事有关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倒是您家再补上他一刀 你是觉得有罪恶感还是胆怯了 可是你要想一想 当时他们下手伤害你们 赫家三百云口的那份罪孽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就是等这一天 你竟然在这个时候一年之间 奶娘 我下不了手 那是因为 你不明白 其实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我来的 什么 你是说 他们事先已经埋伏了人 没有 就只有他一个人等着我 他竟可以埋伏手下 把我给抓住 在我行刺的当时 他也应该换家里面的仆人 来包给智夫 可是他都没有这么做 就连我已经刺伤了他 而且家仆也已经闻声赶来 他还希望我赶快逃走 我真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奶娘 他真的就是我们要找的仇人吗 你严叔写给你的信 你也看过 还要我说什么 可是事发的当时 严叔他并不在爹的身边 还有一位叫德大人 当年他和我爹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可是 也许他对这张灭门血仇 知道的更多 小猜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结外生枝呢 我只是要把杀害霍家的元凶 给找出来 你找到了 他也对你承认 现在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你找到了 你去找到了 他只要这个时候 姑娘 就要那个时候 你が靠你 你这么说 你哄你 你在家 我靠你 好 董事 雨桐 敦再见 我刚才还去小教堂找警呢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我在图文馆里啊 替班爷觉得是招兵买马 结果好几学兄都愿意帮忙 怎么了 什么事啊 牧师啊 你也别怪雨桐 雨桐她这么做 也是想分担您的烦恼 而且木坚这个局域也不坏嘛 班爷觉得本来就是对地方有利的事 大家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这也是应该的 好 弄了半天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 为什么事先不找我商量商量 听听我的意见呢 您的意见 你不说我也知道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嘛 你们倒很了解我 既然知道我会反对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钱的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嘛 中国人办的教会 凡事都要靠自己 总不能老是跟洋人伸手吧 所以你一个大姑娘家 就上街上去 向自己的同胞伸手 那也不丢人啊 而且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 你就别再气我了 我是不明白嘛 你这气搭哪来的 宇童啊 有话慢慢说嘛 我想牧师一定是不希望 有你出面做这种募捐的事情 毕竟你是个女孩嘛 如果那天换成事物的话 大概牧师就不会这么生气了 我照样生气 这不是谁去做这件事情的问题 也不是说这个募捐的想法不好 而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当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不应该马上去求助于外里 钱固然重要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慢慢地 一点一滴地 辛苦地去耕育 等到了有一些成果之后 再去接受人家的帮助 也觉得受之无愧 心安理得呀 到底是什么事啊 要不是因为牧来了一大笔款子 我爹也不会这么生气啊 牧来多少钱啊 那就是这张银票吓人啊 五百两 是谁这么热心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有钱人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请问一下 这张银票是从贵宝号开出的 不错 是我们于姓钱庄的银票 姑娘 要兑现的话 麻烦到隔壁的窗口 我不是要来兑这张银票的 什么事啊 张大叔 这位姑娘手上有我们钱庄的银票 但是她不要兑现 大叔 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这张银票是从谁的银下开出的 这 大叔 您不要误会 我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是想把这张银票 退还给原主 这张银票很假的 是我募捐来的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我不能运用这笔钱 可是又不好这么搁着 所以我才想到 把它退还给原主 既然是这样 姑娘真的很抱歉 我们一孩做生意 一向是只认票不认票 而且我们每天出入的账户那么多 也实在很难找出 这张票到底是谁的名下开出 可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耶 五百两也送不了什么 一个大数字 我看既然是认捐的嘛 你就收着吧 那怎么行呢 大叔 大叔 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 我一定要还给原主 我们耗子的生意这么忙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 好不好 大叔 我不是陈信 我 喝茶 谢谢 为了新学木来的款项 为什么要急着退还给原主 那是因为我爹他不同意 他是因为牧师 办学是他的心愿 可是木捐 却是我背地里出的主意 木捐新学 算是件好事 可是我爹却觉得 天助人助 还得先自助 一个理想的实现 不是光靠钱 而是要靠自己的毅力跟耐力 去突破困难的 可是能够不为人言的 都要接上去木捐 这已经是一种勇气的突破了 更何况是个女子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开银票的这个原主呢 他一定是很支持你的这个理想 所以 我认为五百也不是什么多大的数目 不少了 你们开银庄 每天过手的钱太多了 也许不觉得 不过 我爹竟然不肯接受这笔钱 那我也不好把它留下 所以 就只有请你帮我查出 这张银票的原主了 这个吗 我 会很麻烦吗 倒也不是麻烦 只是我们银号有规矩 要替开银票的人保密 我不懂银号里的规矩 或许 我可以把这张银票 托您转交给原主 不能把银票交给我 万一我从能处理的话 我去把它撕对 反正我们银号的规矩 是认票不认人 要到时候请示 不会的 我知道你 为什么 你都说这是一笔小数目了 可见得你不会在意这笔钱 那很难说 房人之心不可扶 人跟人之间交往 其实信任就够了 要是想房人 那根本是房不胜房 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代表开票人的一个心意 我不能替他代官 你先带了回去 等我找到这个原主 我问问他的意思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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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少爷 您回来了 您坐 您怎么忙得这么晚呢 走吧 钱庄里事情那么多 很多事我要从头开始学着呢 那些事情 让他们去做就成了嘛 你是少爷又不是伙计 走吧 我当那个少爷 不能敲着二郎腿 我就把少爷干好了 爹那么庞大的事业 我要不是好好学的话 将来怎么帮得上爹的忙呢 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 老爷本来打算 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 对不起 爹 我是因为跟张叔 在那个钱庄里看账 所以看晚了 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呢 我去帮你弄点 不不不 张叔啊 我跟张叔到街上 已经随便吃过一点了 怎么能随便吃呢 我去做点点心好了 张叔妈这没办法 老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这也难怪 他一直跟着你伺候到今天呢 你呢是长大了 可是他那些老习惯 没跟着你一块儿长大哟 好 怎么样了 钱庄的工作还习惯吗 习惯倒是还习惯 只是啊 或者发现我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了 不过多亏张叔在旁边交着我 嗯 你肯这么下功夫啊 我很高兴 不过你要记着做生意的诀窍 爹这一大批生意 迟早都要交到你手上 这个担子可不尽了 爹 您先别吓我好不好 我这才刚开始学嘛 你表现得很好啊 我是完全照着爹的步法在走 好不好只是在于学得像不像而已 嗯 清出一篮而胜一篮 很快的 就赶到我钱都知道了 嗨 明杰 爹是越来越少不了你了 爹 那天呢 我要你陪姐去盛云寺烧香 去了没有 去了 怎么样啊 哦 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他的印象是不是更深 你应该不会再替我制造这个机会吧 算你聪明了解爹的苦心啊 其实也说不出来是好还是不好 才刚陪他到剩云寺烧一次香 才能自己叫原定三生啊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想哪 成亲之前培养一点感情 这种事在咱们这儿是不允许的 你留过羊见过世人 可是替人家想想 人家可是养在深宅大院里的千金小姐 没成亲之前 就算想多见几次面 都余理不容哦 我呢 是真希望这件事早点定下 你看 就咱们爷俩住这么大个宅子 平常想找个人讲讲话都难得 这种冷冷清清的日子啊 我真不希望过下去 也许是年纪大了吧 不 对 我都明白您的心情 我成家也是迟早的事吧 那你还犹豫什么 难道你觉得锦云配不上你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 锦云她也是一知说达理 单封秀丽的好女孩 这不就结了 你要是再也不下定决心 爹可要替你做主了 好 那就赵姐意思吧 好好好 好极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任姐 你今天要陪我好好喝两杯 好 好 队姐啊 岂也要 咱们父子俩相依为命这么些年 这一切都是缘分 其实对我来说 这应该算是福分 爹 要不是您当您救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我现在 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去 甚至于我是不是还活着 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 我可不要你把我当救命恩人 我是你的爹 不论我做什么事 都是应该做的 也都是为你好 明白吗 让爹先恭喜你 新郎官 来干杯 干杯 你知道吗 我们家厨房有一窝蚊子 有一只小蚊子 好喜欢听人家唱戏 结果有一天 他知道有个名角要来唱戏 他就求蚊子妈妈说 妈妈求求你 让我去听戏吗 妈妈说不可以 结果他就一直求 一直飞在妈妈旁边 说求求你妈 让我去听戏吗 求求你妈 让我去听戏吗 然后蚊子妈妈就说不可以 小蚊子就在旁边一直求他 求求你妈 后来啊 蚊子妈妈没办法 就只好说好吧你去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等人家看完戏拍手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飞高一点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怕拍手的时候 把他给打死了 我去吃鱼呢 怎么了 鱼儿落单啊 没有啊 人家喂鱼嘛 哦 这么好兴致啊 还不是呢 小姐一个人在生闷气 久文 你多嘴啊 讲给老爷听嘛 让老爷帮你出气啊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了 还不就是那天圣云寺烧香的事 久文 你在搅舌 跟我要罚你哦 让圣云寺烧香又怎么了 小姐 这是老爷问哦 我不能不说耶 还不就是那位古家大少爷嘛 一点耐心都没有 说好陪小姐烧香的 我们一出来人就不见了 哦 哦 邓师傅 两位姨娘 来人了 是 啊 古少爷 您请坐啊 谢谢 好 谢谢 邓师傅 您真的顺行 没打搅到您的椅子了 呦 还带东西来啊 来做客呀 邓师傅 这都是一些补品 是家伙叫我带来孝敬品的 哦 何之是他孝敬我的 那不是你孝敬我的了 不是 邓师傅 您知道我不会说话了 您责怪我了 我又解答了 哎 古少爷您别当真 老爷这是逗着你玩的 来 喝茶吧 古少爷 好 邓师傅 我昨天听钱庄的人告诉我 说您昨天派人去找不过我 所以我一听说 早上一早就赶过来了 找你你才来 那不找你你就不来咯 邓师傅您误会了 我是因为我昨天 哎 你说我就是不明白啊 我堂堂内务府的总管 我这是为了谁啊 这么求着你啊 但是我我 小姐 小姐 我听到姨奶奶的丫头说啊 古少爷被老爷教训得 头都抬不起来了耶 最后啊 他还指着天发誓说 我以后不敢了 我以后不敢了 你为什么这样这样一张呢 你还笑你还笑 都是你这两千人的货 哎呦 是我的错啊 那我以后也不敢了 以后不敢了 小姐 小姐 来了来了 谁啊 就是那个以后 什么也不敢的新姑爷啊 九文 你不要胡说 他怎么会来这呢 还不是来当面跟你请罪的吗 哎 小姐 你现在怎么来不及了嘛 倒不如 担个架子等她来啊 小小姐 啊 古少爷 你怎么到红花园来了 我来跟你们小姐道歉 那天摄影师的事情 我很抱歉 因为我本来以为 像宁冠这种佛门圣地 男兵是不宜久留的 而且那天中午啊 早就已经跟别人 约好了饭局 所以我 你不要说那么多嘛 我没有怪你啊 只是 今天出了剩余室 见不到同行网车 人家有点担心嘛 现在事情过了 就不要再提了 你这么宽容大量 不跟我计较 那我就放心了 哎 不行不行 你还少了什么啊 九文 你再胡说 我要罚你咯 给少爷 这里是后花园 独立体 来往的人多 最砸 如果我没别的事 容伟先告退 慢走 行了 别削了 再削啊 全成牙签了 拿过来 拿 别找了 不值钱的 这屋里值钱的 就剩下老娘了 没有啊 我 没有再找值钱东西啊 不找值钱的东西 你会在我屋子里磨蹭半天哪 我 我都在赔你呢 你不说我一天那会儿 没事就往外跑 好了 现在我没事 站在野前边 你就说我磨蹭 你女儿啊 这嘴里说的跟心里讲的 完全两回事 好了 接着闲家烦 走好了 站住 哥 我这给你一两子 你还给我一箩筐啊 你还给我生气啊你 不是嘛 这好心给人家当驴干肺的 你呀 别给我装了 说吧 钱多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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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钱多少 还跟我装呢 我生你养你拉巴你 把你养那么大 你那肚子里肠子转几碗 我会不知道 你要没欠人家钱 你那么好事 成天更腌萝卜似的 待着这个篓子里边出去 别怕谁 我没在赌他呢 行 没躲人家不怕是不是 下回人家再来呀 你就自个儿当门神 在门口挡着 老娘啊不管了 娘 她没关系 还不止一个呢 那你怎么对付 怎么对付啊 一个对付一个啊 一个对付 你还笑得出来呀 我这 我想他们是 穿着公司进来 寄着公司出去 你就乐是不是 你就巴不得 连你老娘一块贴给人家 我 你这个人 就只管吃喝拉撒 别人帮你收拾收尿 好 就说我帮你还 是上辈子欠你的 这不我一娄子的姑娘 我全家帮你还 她们上辈子全欠了你的 你也是这么大的人了 你能不能好好 找个这女事干个 不要一天到晚 游手浩闲 四复瞎晃的 不好看 哎 你不是有个 官家公子哥的朋友吗 什么官家 哎呀就是那个 他爹在当朝 当大官姓童的 那个公子哥啊 你让他拉拉你啊 我也是什么姓童的 官家公子哥啊 哎呦 就是上一回 你带他到这儿来 还点了小吹菊的那个 不是姓童吗 不对不对 好像姓东 烂东挖的东 哎呦娘 我带回来北洋太多了 这谁跟你说我也搞不清楚 就跟你说 出去 你别在这儿跟我讲话 就走了 你叫我走的 走 你叫我走的 走 你叫我走的 走 我走的 对不起 死神 你存心下来是不是 是不是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府里这场人闹的事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什么不想在人家背后人 谁知道你是人是鬼 还刺客 哎呦 四少爷 你就刚刚在老爷身边 我也不敢嚷嚷 齐大夫呢 没回去啊 在客房里歇着 还有啊 他说老爷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就看这个晚上啊 爹着他没醒 又是冒冷汗 谁知道是好还是坏啊 哎呀 好的坏不了 坏的也好不了 总之也 你这不是说废话吗你 四少爷 我的意思是说 吉人自有天教 好的话 他一定会好的 再上去人话 哎 四少爷 喜和要我来跟你说一声 说什么二夫人在佛堂里念经 已经跪了一个晚上 饭也没吃 水也没喝一口 我看这样下去的话 甚至可怕受不了 少爷 我就求求你 去劝劝二夫人吧 你娘她也真是的 好 我现在就去劝她 哎 什么声音 啊 姐 姐 老爷 老爷醒了啊 快请一娘来 去 老爷醒了 老爷醒了 哎 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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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算替霍家報仇 她為什麼要害顛 許我不是她 那娘半嫁師傅的寶物 又為什麼會在她的手上呢 你自己造的 她是三年一月 你走了 走了 走了 是 別擋了 怎麼好好的走路都不會 就是笨死了 你怎麼那麼難 你動我幹什麼 又不是我當你的路 這小啞巴嘴巴不管用 演著都挺厲害的 你不要走 我要檢查你的衣服 上次我丟了一件粉色的衫子 我看一遍是你偷的 我也丟了個紅色兜兜 陰在這裡面 我們來檢查一下 陰在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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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幹什麼 你們幹什麼 沒幹什麼 只是我們姐妹幾個 丟了幾件衣服 想問看才她有沒有看見 你們還真能問哪 你們這些人哪 還真是懂得重的歸重的 親的歸親的啊 挺懂得必重就輕的嘛 什麼東西掉了 什麼寶貝不見了 為什麼不來找我 我給你們找 要是找不著 我付著賠給你們呢 姨娘你不要這麼說嘛 這丟衣服是嘗試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我怎麼會要您賠呢 只不過啊 是想看看彩兒收衣服的時候 有沒有拿多拿錯了 今天找過了沒有 那就沒事沒事了嘛 彩兒 等一等 彩兒 過來 你們沒事我有事 這個破的你賠 其他的人一個人給我拿一件 洗乾淨了以後還給彩兒 好 好 什麼呀拿呀 姨娘你太不公平了 百明就是護著小菜嘛 是啊我們比不上她 她是銘記掛頭牌的 但是擺花了這麼多客人 她一個人也接不完 平常我們受氣也就拔 在她的腰孩面前還要受氣 我氣不過了 我這還沒開口教訓人呢 你那兒都要先發治人了 你們這幾個 自己有幾斤幾兩 自己心裡頭都有數 我也不必說我們百花樓 是靠誰有的今天 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百花樓好也是大家的 壞也是大家的 接待客人那是各憑本事 不要那麼針鋒吃醋 幹什麼 在人家小差面前不敢坑氣 逮得人家丫頭 彩兒就拿她出氣 欺負人家是個啞巴 不會說話是不是 自個兒人欺負自個兒人 那叫窩裡反 我要是再不管你們 讓你們反上了天還得了啊 今天我可把話說在前頭了啊 再要讓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就封了你們房門 你真欺負了 媽媽你洗吧 媽媽你洗吧 我養個兒子沒事氣我 養這群妖精 沒事竟然我生氣 我仗誰惹我這事 每天沒事忙前忙後 忙吃忙喝的為誰張我 我為了誰啊我這宗事 你們全都不要逼我 把我逼急了 我就消髒維尼頓入口門 我看你們吃誰靠誰 九一良 還出家了 說話 是我了一良 幹什麼 外邊啊有個柳叔父她要走 是 她來過 可是我看你門這麼一關 八成是不想進了 所以我打完了走了 走了 是 我看她也沒想進來的意思 只不過說 來回個底 謝謝你那一天 送藥給她 你還在這兒 老闆 老闆 睡好嗎 還好啊 好 好 好 我沒有找麻煩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找麻煩就告訴我啊 好 好 你不要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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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吃蛋 不要緊啊 我又沒多對你 你幹嗎這樣呢 你幹嗎這樣子啊 是不是就那天你找我出來 我沒有出去 你就生氣了 我找你 我還找你祖爺祖奶奶祖中十八代呢 告訴你 爺爺我教朋友多如牛毛 你算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好啦 你跟我說兩句行不行 我家裡出了點事情啊 我家裡出了點事情啊 是不關你的事 可是我們是朋友啊 朋友 女大朋友就跟嫖妓一樣 趙志成來 揮志成去 高雄就叫你去玩了 不關你的意見本來給踢開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你到底要我怎麼解釋呢 我不是解釋 反正是一條路兩頭走 你上你的一線吧 我去我來炸茶館 咱們是造物童不相為盟 吃白糧 給你快 不要跟著我 這個大家說 這個吳松怎麼能夠滿新娘呢 這時候 閃上來胖子王大娘 這個王大娘啊 肚子這麼大 像一個能騰三丹水的大叔叔 大叔 一官不散啊 來來來 我過去一條泥船上 吳松把骨子截在手 咱就喘好傢伙 他個子高 身子壯 卡了一聲 壓得死了骨子 你看他 他肚子嬌腦當時狂大 再拉到你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髒啊你 真是 早上沒刷牙到茶館來漱口 真是 咱們解釋再說過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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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都会去摇香的啊 怎么会去 摇香啊 娘娘找了两件好 这又会成功 欣欣欣啊 你管我 你没事吧 扯拼了吧 什么事啊 有个女孩子 请进来 她是来压地的 她说她家里有急用 父亲病了 那个地又不能耕 所以要把地压给我 地气的 她人还在外面 要叫她进来呢 不用 扎叔 这个事你全新处理就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先叫人去看看 再做决定 她说没事我先走了 好 扎叔 上次来退还银票的姑娘 还没来过 就是那位募金军学的 那位姑娘 没再来 也许她回去想想 五百两银子 还很好用的 所以就不退了 没事你忙吧 怎么走了那么久还没到啊 少爷 太大了 就在前面不远了 到了 到了 就在这儿了 到了 你不是这附近还有很多小教堂吗 怎么就这一间呢 那些都是洋人办的 只有这间是中国人的牧师 你再等我一下 稍微瞧瞧 好 孩子 请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一位中国牧师姓叶的 有啊 夜牧师的夜 他们就在这里啊 好 哥哥 今天不是礼拜天没有糖果吧 那 这给你 洋果台盒子 谢谢 是你 没错 就是你 是你捐了那张银票给我的 这位姑娘 我听不懂人家说什么 我没有捐过什么银票 有 为了新学 你捐了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那天我就站在西山圣芸寺的前面 你忘记了吗 哦 我想起来了 姑娘 您别误会了 那张银票不是我捐的 是我们家少爷捐的 你们家少爷 你